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抓了周姑娘 陈又亮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警告你 你要敢动他丝毫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宋少侠 你们武当都兴不辞而别的嘛 使帮主很生气 你这也太不给面子了 赢主帝 你们武当都兴不辞而别的嘛 这就是 你不要难为周姑娘 宋少侠 你大可放心 我们使帮主只不过是想请周姑娘 到帮中做个课 绝无恶意 宋少侠你每日为周姑娘牵肠挂肚 奔波劳苦 现在一颗心终于可以放到肚子里面了 宋少侠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又见面了 我要见周芷若 宋兄弟可真是个情种啊 现在我就算让你见了周姑娘又如何呢 她的意中人是张无忌这个大魔头 而不是你我当山的宋少侠 你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眼红人家势力日渐壮大 想要利用我来对付张无忌罢了 你们丐帮与魔教 争地盘 争人心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宋清书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师门之事 贵派若再苦苦相逼 清书只能以死明治 宋兄弟少安勿躁 我们使帮主深明大义 岂会强人所难的 今天这事宋兄弟如果实在不愿意 那就就此做吧 我要见周芷若 当然可以 请 这位大侠 快坐快坐 这位大侠 您来点什么 慢喝慢喝 老板 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见过聚精帮的帮众 大侠有所不知啊 这些年丐帮横行啊 近几日入侵此地 聚精帮跟丐帮杠上了 几经恶战之后 丐帮把聚精帮打得落花流水 家围而逃啊 他们早已经离开本县了 那您最近可曾见过 有武当弟子出没 武当弟子 有啊 昨天好像就有一个武当的少侠 被丐帮的人给带走了 可不知道 是不是大侠找的 长什么模样 眉清目秀 彬彬有礼 好像是姓宋 这位大侠 您不吃点什么了 芷若 芷若 宋师哥 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我没有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宋师哥是想你想疯了 怎么样 我没时间吧 终于让你见到你 赵思慕想的朱姑娘了 芷若 我们走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陈友调 您把她怎么了 芷若芳 心死不了 我只不过是给她 下点麻药 让她走不得远 所以宋兄弟啊 您要是怜香心育 那就只一作伴 不宜呆走 陈友谅 快拿起药来 好啊 宋师哥 你 你 你 他也别小声 宋兄弟过奖了 来人呢 宋师哥 你 你要干什么 帮我好好招呼招呼丑掌门 你干什么 别动她 别动她 放开我 别动他 走开 放开 放手 别动我 走开 直弱 你们进去牵手 放开 直弱 直弱 走开 放开 你们离他远点 放开 直弱 直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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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弱 走 直弱 直弱 走 混账东西 放开 你们就这样对待帮主的贵客 滚出去 走走走 滚 走走 直弱 直弱 你没事吧 直弱 你没事吧 好 宋兄弟果然是英雄救美 义无反顾 让人佩饭 放八蛋 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 我给你们二人留点时间 让你好好素一素你的相思之苦 告辞 宋师哥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对 直弱 对不起 都是我血已不清 没能好好保护你 你没有必要说对不起 直弱 我的血道解开了 宋师哥 刚才我误会你了 我以为 你跟陈友谅是一求之贺 对不起 我向你赔罪 那倒不必 直弱 这些日子 你去了哪里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多谢宋师哥关心 直弱别来无恙 一切安好 只是一不小心受了丐帮人的奸计 才会被困于此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他们抓你 完全是想利用你 来要挟我 利用我来要挟你 对 宋秦叔在哪儿 说 直弱 事到如今 我的心意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承蒙宋师哥的错爱 直弱感激不尽 只是 我已经跟无忌哥哥定下了婚约 什么 直弱 你 你是鹅鹅没派的掌门 你怎么能跟大魔头定下婚约呢 明教不是魔教 无忌哥哥也不是大魔头 你们都误会他了 他不是坏人 你被迷了心窍了 直弱 那个大魔头诡计多端 学了一身的邪门功夫 他把赵敏那个妖女已经迷奸了 直弱 无忌哥哥的人品 我比你更清楚 那个大魔头的所作所为 庆竹难输 你怎么个妖女一样 鬼迷心窍了 心恨情恨的被 别说了 宋师哥 你的心思好脏 不是我曾 是你笨 你嫁给谁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嫁给那个大魔头 宋师哥 你的厚爱 直弱无福消瘦 无忌哥哥是魔头也好 是淫贼也罢 我嫁定他了 只是天意 你忘了直弱吧 我不相信什么是天意 你只能嫁给我宋情恕 你要干嘛 会让那个大魔头玷污你的 宋师哥 你干嘛 你走开 走开 走开 畜生 七叔 王女神为武当弟子 竟然做出如此肮脏恶行 七叔 你听我说 是我爸 我一声糊涂 但我不是想玷污他 还敢叫别 若不是我今时赶到 丑姑娘恐怕已遭你毒手 你这卑鄙无耻的畜生 我今天必要清理文护 七叔 七叔 快追 快追 他走不远 咱们追 别追了 追到又能怎么样 苏兄弟 你想想 我这可是为了保住你的名声 若是让他回了武当 将你的事情传开 你到时候一样自身难保 无法在武林上立足 事已至此 你已经无法回头了 走吧 你 虽然 我 不是 你 úsica 七叔 默契下啊 我看你受伤不轻 何不跟我二人一起回丐帮 好胜了伤哪 七叔 畜生啊 你竟然传统外人 要杀我灭口 不是这样的 七叔 七叔 不是了 七叔 芝儿不是有意的 可才是一时情期 芝儿守悟 错伤了你 芝儿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七叔 亡我一直对你 恃如其处 细心在背 没想到 你这孽处 竟做出其事灭族之事 你怎么对得起你爹 你怎么对得起你太舒服啊 七叔 不是这样的 七叔 不是这样的 七叔 我还想掩盖你自己的过错 七叔 我如果不起了你门户 顾夕阳间 怎么对得起你师父和师兄 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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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好酒店 好酒店 昨下 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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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弟子参见王主大驾 各位兄弟 今天本王主有一次宣布 武当宋青 听书宋少侠 愿意孝顺本邦 从今天起 宋兄弟就是我帮兄弟了 真是 干嘛能搞这种 各位兄弟 这位宋兄弟 是武当宋远桥大侠的公子 现在魔教教主张无忌 是宋兄弟的师弟 而宋兄弟和和梅新任掌门 周芷若姑娘 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又有婚约在身 无奈张无忌那个无赖 偏偏有横刀夺爱 详情掳走了周姑娘 可张真人 和武当六侠 又对张无忌偏爱有相 致其子奸己得逞 让我们宋兄弟啊 受尽委屈 是痛心疾首 决定七案投名 投效本邦 一起对抗魔教 除此祸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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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问题 这狗贼 真是胡说八道 宋兄弟 我现在 赞任你为六代弟子 归八代长老 陈有亮同帅 以后 你要服从本邦帮归 为我帮效力 有功者奖 有过者罚 多谢帮主 不计划 本邦在灵蛇岛抢夺屠龙刀一役之后 予与魔教杠上 折损了不少弟子 所以本邦与魔教 那是心仇旧恨 势不两立 如今本邦多时之秋 所以恳请各位 上下一心 务必竭尽全力 对抗魔教 对 对 是 另外 咱们这位宋兄弟 也会协助咱们 掌握龙头大哥 到时候劳烦你 多配上几副五毒诗心伞 给宋兄弟带上武当衫 让他暗自下在武当诸侠 和张振然的饭菜里 那时咱们就偷偷地埋伏在山下 在得手之际 咱们便把张振然和武当诸侠 一往成勤 拿他们来要挟张无忌 张无忌一定会乖乖救范 好忌 好忌 好忌啊 什么卑鄙 另外 我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今日咱们有弟子 抓获了一笔魔教主人 带进来 走 滚下 朱老四 朱大哥 是朱大哥 朱老四 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 只要你能把明教在各路的实力 合盘拖出 那必定会扫你性命 大赵风 顶天立地 朱老四 绝我出卖兄弟的道理 要杀便杀 不会吐漏半字了 这位朱老四 是张无忌的心腹大将 咱们由他在手上做人质 张无忌必定投赎记轻 你们休想 我们张教主才是大英雄 他已拯救苍生为己任 哪能受 你们这帮无耻之徒的要挟 大英雄 是什么 我们明教 在张教主的带领下 万众以心 不久便会把元氏 诛出中原 再看看你们 一决乌合之众 只会残杀老百姓 派妄想跟我们明教 对抗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你就尽管胡说八道了 那我问你 你心中万众敬仰的大英雄 张无忌怎么还不来救你呢 魔教中早有盛传 张无忌远赴海外 杳无音讯 现在已经失去消息多日 恐怕他早就已经横死 葬身大海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教主武功盖世 无人能敌 张无忌的小子武功确实不错 不过我听闻早年间 有人给他算过命 说他生就一副短命横死之相 如今看来 怕是已经应验了 张无忌在此 谁敢咒我短命横死啊 赵敏 张无忌好端端地活着 我看他还要再活八十年 你为什么要诅咒他 你到底是谁 他不是什么张无忌 他是汝阳王的女儿 赵敏 这不是大远的郡主架头吗 这份后礼我岂能不收 给我拉下 不是倚天剑 他得倚天剑呢 他得倚天剑呢 只要一出倚天剑 便可消断对方的兵器 随时躲闪 我要不要救他 走 赵无忌 你干什么 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你发什么 赵无忌 我哪里有惹你张大教主生气 放开我 放开我 长无忌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你要偷一天剑和吐龙刀 我不怪你 你把我们抛弃在荒岛上 我也不怪你 等我表妹重伤未欲 你竟狠心下刺毒手 像你这么阴险恶毒的女子 真是天下手剑 是谁说我偷了倚天剑和吐龙刀 是谁说我对殷姑娘下了毒手 你让她来跟我对治 竹儿童已经死了 难道还能跟你对治吗 你说什么 殷姑娘 她死了 她本来就被金花婆婆所生 又被你拿倚天剑狠狠刺了一剑 她还活得成吗 是谁说我用倚天剑刺伤了殷姑娘 是周指若说的是不是 指若不会在背后说人家坏话 不是她说的 那么是殷姑娘自己说的了 那天岛上只有我们几个人 难道是我义父杀的吗 还是我自己牵手杀了她呀 赵敏 我曾经立过毒室 要替我表妹报仇 是我懦弱无用 对你狠不相信下不了手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我一定杀了你 张无忌 即便你认定我是杀你表妹的凶手 你还是舍不得杀我 好啊 你终于承认了 谁说我认了 轻者自轻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凭什么要认 你带我去见谢大侠和周指若 我要跟他们当面对峙 怎么了 我义父义不容情 你要是见到她 那是非死不可 你义父可不像你这么糊涂 再说你义父杀了我 替你报了表妹之仇 岂不是了让你心愿 我糊涂什么 我只是在想 我曾经答应过你三件事情 如今还有两件没有搬到 但事情办完之后 你再去临死也不迟 你还是先走吧 你这是 再给你自己找一个 不杀我的借口吗 我就知道你心里呀 实在是舍不得我 就算是我不忍心 那又怎样 我很开心啊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心待我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你真的要进去 我当然要进去 我就是要见谢大侠 跟周指若 问个明白 我探索探 他 agree 说我 我必须要求你 就想找你 我必须要求你 你要求你 王爷们 你必须要求你 一口氣 一口氣 應該出去了吧 謝大俠不在 你怎麼反而鬆了一口氣啊 你胡說八道什麼 我什麼時候鬆了一口氣 你以為我沒有察覺嗎 你一進來發現沒有人在 先是針了一針 然後緊繃著那臉皮 也就鬆了下來 幸好謝大俠不在 也不用你為難 我就說嘛 你捨不得殺我的 那你呢 為什麼利用我對你的信任 搶刀殺人 把我們拋在荒島上 你倒也捨得我了 你竟然懷疑我是殺人兇手 我百口莫辯 只有等他們兩個人回來 咱們四人對峙 真相自然會水落石出 隨便你 反正你滿口虎言 我義父是不會相信你的 我義父接到消息 說丐幫抓了明教一個重要人物 以為是你一心想去營救 又因為陳友諒說你是短命種 我忍不住 出手教訓 差一點丟了性命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 可是你呢 卻口口聲聲說我害了豬兒姑娘 又是為熬毒害你 張無極 你對得起我嗎 我剛才對你說的話有欠公允 我向你道歉 如果我跟你說 我派了玄冥二老來這裡 殺了你心愛的周五姑娘 和你的義父 你還會向我道歉嗎 難怪你一直這麼冷靜 一點也不害怕來借我義父 還口口聲聲說要跟他們對峙 你早有羽毛 是不是 我騙你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反應而已 你始終不相信我 看來妖女害人這幾個字 早已深入你的骨髓了 真是不能賴我的 郡主娘娘的本領我早就領教過 你做事不擇手段 害人獨人的事情 我也親自領教過了 我從前做的事 我有不認過嗎 那朱兒的死 只若受傷屠龍刀的失蹤 你怎麼解釋 我 我沒有辦法解釋 我只知道這些事情 都不是我幹的 張無忌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凡是你沒有親眼所見的事情 你都不要忘聽人意 更不要胡亂猜測 你說我偷屠龍刀尚有理由 可是你懷疑我殺了英姑娘 那就匪夷所思了吧 那是因為你妒忌我和朱兒 張無忌 你不要自財身價 你以為你是誰啊 我最後告訴你 我沒有害朱兒 你信也好不信也罷 我就是這句話 是我自己不爭氣 才會喜歡上你這個不知好歹的大笨蛋 張姑娘 張姑娘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好好說話行嗎 你要不就相信我 要不然就殺了我 你既然認定我是殺人兇手 那還跟著我幹什麼 張姑娘 張無忌 你不要再跟著我 我不想再見到你 你不要再跟著我 走 你先別生氣行不行 当日在灵蛇岛上 只有我们几个人 我一觉醒来 朱尔死了 义凤和朱肉中毒昏迷 就只有你一个人消失了 而且小赵留下的船 又不知所踪 种种迹象都证明你是凶手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我是被陷害的 你知不知道我也中了毒 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渔民把我从海上救起来的 不是 姑娘 当日你神志不清漂浮在大海里 幸好我和老伴出海打鱼发现了你 才把你救了回来 你都昏睡了好几天了 我有药室灾身 必须立即起醒 什么事比身体还要重要呢 躺着吧 我非走不可 两位不必再劝 小王爷 拜见小王爷 到一位姓赵的姑娘 她说是你妹妹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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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蜜蜜 蜜蜜 你为何身负剑伤 又中了自己的石箱软金散之毒 还好已及时恢复 不然 你的五脏六腑 不可能恢复了 你说我中的是石箱软金散之毒 对 立即调遣水军精锐 全速出害 赶赴灵蛇岛 去找我几个朋友 其中有一个叫张无忌 是当时的英雄豪杰 还有一位姓谢的大侠 势不容缓 快去 是谁毒害你的 我不知道 当时我几近昏迷 眼瞼急中 浑身乏力 我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 此人手段如此卑鄙无耻 如果我知道是谁 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想不到郡主娘娘 有会骂人手段卑鄙 比起当日被你整治的武林好汉 她的手段 跟你差远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死不足心 但我明明特目而敢做敢当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我也绝不承认 最后还不会闪 思愿 辅助 好 就算是 辅助 exist 有 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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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由我的相公负责 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等我一会儿看到他 帮你们问问 小心 走开 赵姑娘 天快黑了 我们先找个地方 休息一会儿吧 你堂堂张大教主 何必管我死活 不行 我答应你 过了今晚之后 我不会再管你的死活 只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宜再继续赶路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的事情 不用你来管 张无稽 你干嘛 张无稽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下来 回爱就更方便 马上 看我 现在哈 每一周要 我不死 你永远也不会相信我 你口口声声说被冤枉 如今就这么死了 又如何申冤呢 你死了 就永远带着凶手这个污名 能还你清白的人 只有你自己 几位慢用 相公 你回来了 老板娘 接证 来了 来了 几位可是莫大侠的朋友 正是 老板怎么了 我七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他呀 连房钱都没付我就走了 我刚才啊 就是出去找他去了 却怎么找也没找到 你说他这人怎么能这样 老板 房钱我们替他付了 在下带我七弟给你道个歉 只是这实在不像我七弟所为 我们相信他不会无故来诈 我看这中间必定有蹊跷 我七弟在投店的时候 他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他说过什么吗 倒是没有 老板 可否带我们去房间看看 好的 几位这边请 几位客官就是这儿 几位客官就是这儿 大哥你看 大哥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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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大家都熬了一个晚上了 在这儿休息休息再赶路吧 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 你这是干什么 是你四位师叔伯 千万不要露面 我当初囚禁六大派余万安寺 跟你四位师叔伯结下不少仇 他们视我为敌 如果让他们发现 你跟我孤男寡女在一起 你要怎么解释啊 还是先躲一躲再说 但愿七弟平安无事就好 大哥 七弟的武功已经今非昔比了 就算遇到强敌 也应该能应付吧 话虽如此 可在路上捡到七弟这把长剑 我总是 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错 我们习武之人 这随身带的兵刃 绝对不会乱放的 更何况 此件是师父所赐 当真是 剑在人在 剑王人 行了行了 别启人忧天了 在没有找到老七之前 就不要妄下结论 说实话 我还是比较担心吴祭 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啊 他身为名教的教主 数大招丰 虽然武功盖势 但是他为人忠厚老实 就怕被奸人所利用陷害 大师兄 你说 你说有关吴迹的江湖传言 会是真的吗 你是说他和赵敏好伤这件事 自从我安死一役之后 江湖中人都流传说 赵敏喜欢吴迹 又故意放走六大门派 来讨好吴迹 就怕吴迹受这妖女迷惑 七弟在客栈留下门户有变 急需清理 这八个字实在让人猜不透啊 莫非吴迹是孩子 吴迹绝不会做败坏门风的事情 他只是忠厚 又不糊涂 反正我信得过他 只是 照明这妖女 奸诈恶毒 吴迹又处于血迹方刚之年 就怕到时候 男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跟我这妖女在一起 那你是跳进黄河也行不清了 你们有没有闻到收柴炭的味道 莫非 这洞里有人 我进去看看 好 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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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姬 你不要 四姬 六姬 他们一定会以为是你杀的 你冷静点 五姬 谁在里面 到底有没有人 谁 给我出来 我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谓永恒 何谓俗世纷尘 人间暖恶 暖恶浮华半生 繁华如今 我愿埋明 心给你安稳 只此一问我 无疾无怨无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